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很快 婆婆头像闪动 对的 优质的教育太重要了 咸咸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房本加一下名字 我望着其乐融融的家族群 顿时猛了 好家伙 我全款买的房子 加老公前妻的名字 我叫白咸 此时的我正看着手机上的家族群 显示了一个厚德载物邀请 由于屏幕受限 看不到后面内容 我一脸猛地看着这条信息 厚德载物是我老公的微信名字 家里的人不是都在群里吗 老公这是拉得谁入群 想到这里 我带着好奇点进去 立马就看到了一个女人头像的人发了一条信息 妈 惠惠现在到幼儿园了 幼儿园那边说光有房本还不够 需要把我的名字给加上才行 我看见她的第一反应就是猛了 因为这女人是老公的前妻 而且昨天晚上她还住进了我家 我怎么也没想到 现在她居然还进了家族群 我刚想打电话给老公家族聊天群里面的一条信息 直接让我炸了 儿媳妇 你放心 房本这边我做主 今后就加上你的名字 等惠惠带了 再加上她的名字 这条信息是我婆婆发的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婆婆居然会叫她儿媳妇 而且他们一家住的房子 是我买的 凭什么家老公前妻的名字 我还没缓过神来 弹琴的信息也来了 白贤那边不会介意吧 我听说这房子 当初是白贤的父母掏钱买的 没事 婆婆的头像闪烁 我看得火冒三炸 直接一个电话打给了老公孟诺林 你为什么要拉她进来 还有 房本的事情 怎么回事 我拉她进来怎么了 惠惠这不是要上幼儿园吗 正好咱们的房子是学区房 我就自作主张把名额给惠惠了 而且 拉她进群里的意思 也是要给你报备一下 这样大家都能看得见 当然了 弹琴的名字不会白家房本上的 我会让惠惠任你做干妈 她一副无所谓的语气 我气笑了 孟诺林 昨天你是怎么和我说的 你说是因为那么晚了 她一个女人出去住酒店不安全 所以让她住进来 而现在呢 我看她这根本就不是要住一晚 而是想要霸占我家房子 你发什么疯啊 不就是住在家里吗 反正房间也有多的 即使住上好几天都没问题 她反而对着我大吼 听到她这么大发雷霆的样子 我不可置信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昔日喂救我的她 温柔待我的她 此时竟然会吼我了 还没问题 你知不知道妈在群里怎么喊她的 她喊的是儿媳妇 如果说她是妈的儿媳妇 那我又是什么 我质问道 你当然也是儿媳妇 她理所当然地回答 感情你妈是想要两个儿媳妇 伺候着她呀 你也还想要两个老婆 伺候着你是吧 孟诺林 你真是痴心妄想 我说完 直接就将电话给挂了 看着此时面前的电脑 我一点工作下去的心情都没有了 我脑海中此时想到的 只有刚出大学那会 孟诺林照顾我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 由于没有社会经验 被人骗去了钱财 当时的我身上只有 仅剩的五十八元现金 就在我愁愁自己 今天晚上睡哪里的时候 她出现了 一想到自从昨天 弹琴过来后发生的事情 我的心更加沉重 下完班后 我第一时间就回了家里 当我到家后 第一幕看见的 就是弹琴 惠惠 婆婆 公公 还有梦诺月 其乐融融的样子 让我有种错觉 这不是我的家 而是他们一家人的家 我也没有想到 梦诺月居然和弹琴 也相处得这么好 值得一提的是 梦诺月是老公的姐姐 她也有家庭 但是分居了 我想着她 也是老公的亲姐姐 所以也没有多想 就让她住了进来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她这一住 就住了快一年 回来了 去做饭吧 婆婆这个时候 看见了我 开口道 还要我做饭 是真把我当成 他们家的保姆了 我压根没有理会婆婆 而是冷冷地 看着老公的前妻 弹琴道 弹小姐 你现在还不收拾行李吗 我这话一出口 顿时就让所有人 都朝着我看了过来 我没有理会 而是自顾自地 走到她身边 笑着开口 昨天老公和我说 你来这里住一晚 是怕你不安全 我就答应了 怎么 看你这神色 你该不会连行李 都还没有准备吧 弹琴听到这里 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这时 婆婆不耐烦地开口道 她走不走 这有关系吗 去做饭去 等下 诺琳也回来了 不然都没饭吃 我直视着婆婆 一点也没有退却 妈 我瞧你手脚也利索 现在我正在和弹琴说话 你要实在怕饿着你儿子 你也可以自己动手 梦诺月竟然有些不耐烦 弟妹 你怎么说话呢 这是咱妈 怎么能让她做饭呢 也是 妈毕竟是妈 这样吧 那就让姐姐做 反正姐姐来家里 也差不多一年了 到现在从没见你动过手 我还迫切地想要尝尝 姐姐做的菜是什么味道呢 我凝视着梦诺月 梦诺月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开口 我不会做 不会可以学 而且 姐姐 你是连地也不会打扫 衣服也不会晒 碗不会洗的残疾吗 我怎么从没见你 做过任何一样家务 我冷笑 这下 梦诺月直接被我噎得半天 缓不过神来 公公这时也看不过去了 说到白弦 够了 这是家 不是你撒泼的地方 我听到后 只是看了她一眼 又看向了弹琴 怎么 弹小姐这是要看一出好戏 不愿意走了 莫林都没有让我走 你凭什么赶我走 再说了 婆婆好几年没见到惠惠了 想要和惠惠亲近 这你管得着吗 弹琴声音也变高了 就凭我是这家里的女主人 所以我有权利让你离开 我冷冷地开口 呵呵 你真会说笑 我直接打断她 弹小姐 我老公怕是没有告诉你 这房子可是我白嫌爸妈买的 虽然上面有我老公的名字 弹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是的 这个房子是我爸妈给我买的 我还深刻地记得 当时的爸妈本来是不愿意 让我和孟诺林在一起的 因为她家里很穷 连个房子都买不起 而且人也没什么本事 只能干粗重的活 而我却想着她 为了我连性命都不要 念着她对我的好 后来父母拗不过我 为了不让我吃苦 买了一套房和车给我 就在此时 门口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转头看去 是老公回来了 而婆婆她们 也都看向了门口 怎么了 今天还没做饭吗 一个一个都看着我 孟诺林疑惑地开口 弟妹不愿意做饭 孟诺月立刻告状 你为什么不做饭 还站在这里 我今天工作忙了一天了 我累了 回来还要看你们 在这里告状说不做饭吗 以前你不是回家后 立马会去做饭的吗 怎么现在还不去 是想饿死一家人吗 她吵我大吼 我看着此时 怒气冲冲的她 脑海中闪现出 以前刚在一起时 对我百依百顺的她 只是 这一切在此时看起来 是多么的可笑 你一大家子可以自己做 而且 你不是和我说 她只是住一晚吗 我凝视着她 质问道 现在是怎么回事 今天不是和你说了吗 现在还来说 你是没听懂 还是耳朵聋了 她继续朝着我大吼 而此时的孟诺月 我看见她嘴角浮现 一抹得意的笑意 令人憎恶 她下达命令似的 和我开口 还有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惠惠现在要读书了 所以这个房子 到时要加上 琴琴和惠惠的名字 我冷笑了一声 我爸妈买的房 你还要加你前妻的名字 你真会想啊你 弹琴剑情况不对 连忙解释 白小姐 这个加名字的事情 也是为了惠惠学习的原因 你不要多想 我眼神更冷 我和我老公说话 轮得着你一个 外人插嘴吗 顿时 弹琴的脸色 清一块白一块的 我也没工夫去搭理她 而是看着老公 白显 这房子加弹琴的名字怎么了 惠惠可还要上学呢 你不想想惠惠 现在都多大了 马上就到上学的年纪了 已经不能再拖了 婆婆再度开口 就是 弟妹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不想着惠惠 也要想着弟弟啊 她可只有惠惠一个女儿 孟诺月也附和道 白显 就加弹琴的名字 明天就去办 这件事 也不要再吵了 公公也直接下了命令 我转头去看公公时 刚好看见弹琴那得意的神色 没有我的同意 谁都不能加上去 我斩钉截铁的开口 一双坚定的毛子 丝毫不退让 白显 你今天是能耐了你 饭也不做 现在还跟我叫板 你是翅膀硬了 孟诺琳一边说 一边就朝着我走来 眼神满是冷漠 你要做什么 我看着她那凶狠的目光 忽然间觉察到了不对劲 做什么 女人不听话 当然要打 孟诺琳一边说着 一边就朝着我的手臂 抓了过来 直觉告诉我有危险 我直接就转身 朝着身后躲开 但在这时候 弹琴乐忽然出现在我面前 一下拦住我的去路 孟诺琳冲上来 一手抓住我的手臂 另一只手高高挥起 面目猙獰 他真的要打我 眼前闪过当初热恋期的一幕幕 我眼泪夺眶而出 我曾深爱过的男人 现在为了别的女人 居然要对我动手 想起当初父母的反对 朋友的劝阻 还有婚后他父母 大姐理所当然霸占着我的房子的情景 他们还美其名曰 一家人要住在一起才感情 才能好 才会热闹 现在看来 这家人的感情确实很好 只可惜 我并不在其中而已 哼 女人不打 就不知道老实 公公的声音随之响起 语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陈词烂调 婆婆也在一旁添油加醋 就是 嫁进我们孟家这么久 别说大胖小子 连个便宜闺女都没能生下 连只会下蛋的母鸡都不如 现在居然还敢跟我们大呼小叫 真是反了你 孟诺月倒是没说话 可看向我的眼神 分明也擒着得意和猖狂 至于刚刚挡住我退路的弹琴 倒是一反刚刚的英勇无畏 重新变成了那个柔弱无依的可怜女人 但我没有错过 她脸上一闪而过的击窍和怨度 我冷笑一声 看向近在咫尺 跟过去已经截然不同 仍旧一脸猙獰的孟诺林 孟诺林 我收起之前的所有情绪 平静地喊出她的名字 孟诺林怒气冲冲瞪着我 伸出食指指向我 白贤 你给我听清楚了 琴琴和惠惠的名字 你家也得家 不家也得家 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 在愤怒即将冲垮理智之际 我拼命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我只身一人 而他们却有整整五个人 别说五个人一起上 即便只有孟诺林一个 我都不是她的对手 为今之计 我只能先趋一逢迎 再想办法给他们来个痛快 好 我点了点头 健壮 孟家人还有弹琴都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孟诺林也一改之前的凶神恶煞 居然冲我露出个堪称温柔的笑意 老婆 我刚刚就是一时着急才动了手 你放心 虽然这房本上会加秦琴和惠惠的名字 但我跟你保证 这房子只会是咱们夫妻俩的 无所谓了 我忍着脸上传来的阵阵火辣剧痛 强称起个笑容 我直视着孟诺林的双眼 从未有一刻 比现在更觉得这个男人是如此陌生 平静片刻后 我嗓音有些嘶哑的开口 之前 你为救我受伤 后来你的住院费 医药费 也是我出的 今天这一巴掌 我深深吐出一口气 胸口的闷智总算有所缓解 我欠你的恩 也算是彻底了结了 你突然说这些干什么 孟诺林不满地看我 眼中又有怒火疼起 我摇摇头 便回了从前那个温柔贤淑的白贤 那我先去做饭 诺林 你在客厅陪爸妈吧 晚饭很快就好 至于孟诺月和弹琴 哪怕是作戏 我也不想跟他们多说一个字 进到厨房 我双腿发软地扶住了灶台 即便关上了门 外面的说话声 依旧源源不断涌入了我耳中 这女人 就是不打不成体统 连个蛋都下不下来 还叫什么女人 我当初就说 这女人不好调教 要不是你们说白家有钱 弟弟娶了她 能少奋斗二十年 我才不会同意这门亲事 说什么不好调教 打过一次不就消停了 姐 你放心吧 她以后要再敢闹 看我不打死她 哎 还是秦秦好 当初要不是看在白家有钱的份上 我说什么都不能同意 儿子跟秦秦离婚 好了妈 现在秦秦和惠惠不都回来了 往后 这就是咱们一家的房子 听着他们说出的话 我咬紧牙关 死死攥住手中的菜刀 原来 所谓的相爱两不宜 只是他们为了钱和房子 故意设下的圈套 痘大的眼泪 一滴滴砸在案板上 溅起朵朵泪花 确定不会有人进来 我颤抖着手拿出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半小时后 我将做好的晚饭 一道道端上了餐桌 孟家人连带弹琴说说笑笑坐下吃饭 期间 也没有谁开口 让我一起吃 我冷冷注视着 跟弹琴坐在一起 温柔如水的孟诺林 恨不能直接一刀捅死这个男人 为什么是我 他们的合家幸福 他们的衣食无忧 为什么非要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我现在只庆幸 我和他没有孩子 叮咚 饭吃到一半 门铃响了 孟诺林想也不想 就差遣我去开门 我解下围裙放到厨房 在他们全家的欢声笑语中 走向了房门 打开门的一瞬间 看到门外站着的人 我的眼泪再次夺旷而出 我哽咽着 向来人撑起一个笑 你终于来了 对方翻了个白眼 笑个屁 比哭还难看 姚双双 我最好的闺蜜 没有之一 她也是当初我宣布和孟诺林结婚后 除了父母外 反对声音最激烈的那个 只恨我当初朱油蒙了心 在孟诺林的窜多下 跟她绝交了 好在 她还愿意帮我这一次 摇双双双臂还胸 看到我还印着纸印的脸 哭到红肿的眼 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老婆 谁来了 可能是我太久没出生 孟诺林突然问了一声 姚双双朝屋里看了一眼 恨铁不成钢地戳了下我的脑门 顺到朝身后 站着的几个绑大腰圆的壮汉挥挥手 去吧 动静别闹太大 免得吵到邻居 是 我盲让开路 目送壮汉鱼灌进了我家 姚双双脸上虽然带着嫌气 却还是格外温柔地 替我擦掉了眼泪 她还像当初那样 走吧 看姐们给你出气 这边话音刚落 屋里就传出了孟诺林的惊呼声 你们要干什么 踩着十公分高跟鞋的姚双双 搂着我的肩膀回到屋里 此时 孟诺林脸朝下 被其中一个壮汉按在餐桌上 想要挣扎 却动弹不得 公公婆婆 皆是大惊失色的模样 至于孟诺乐和弹琴 早已经下得脸色发白 话都说不出来了 哟 一家人挺其乐融融啊 姚双双在沙发上坐下 敲起二郎腿 妆容精致的脸上 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她抬起染了指甲油的手 指了指孟诺林 对 就她 带过来让我好好瞧瞧 文言 按着孟诺林的壮汉 轻松一拎 就把孟诺林提了起来 孟诺林刚要反击 直接被壮汉一拳砸在肚子上 整个人好像虾米似的 蜷缩了起来 瞧这驾驶 公公婆婆立马急了 纵使已经被吓坏了 但他们还不忘咒骂我 白显 你这是干什么 诺林可是你老公 你就这么眼睁睁看着她 被人欺负 家门不幸 家门不幸啊 我们诺林 怎么娶了你这种 吃里扒外的女人 亏得我们诺林那么喜欢你 为了你抛弃妻女 你倒好 居然跟外人合起伙来 欺负我们家人 你还是人吗 真是可笑 刚刚他们还在说 孟诺林是为了钱财 和我结婚 现在居然还有脸说 孟诺林是真心喜欢我 姚双双坐在沙发上 满眼厌恶地看着孟诺林 姓孟的 你还记得 当初你和小贤结婚前 我是怎么警告你的吗 不知她想到了什么 我看到孟诺林的身体 深深打了个颤 姚双双发出一声极高的讥笑 扭头看向我 小贤 你知道这玩意儿 当初还想勾引我吗 什么 我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孟诺林 可她明明 明明总在我面前 说 说 孟诺林不止一次在我面前 诋毁姚双双 说像她那样 每天浓妆艳抹的女人 绝对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女人 也不知道跟多少男人上过床 还时不时暗示我 说姚双双经常有事没事找她聊天 摆明了就是想勾引她 她让我要离姚双双远一点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彻底断开联系 那当初的我 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像是被孟诺林洗了脑似的 不仅同样觉得姚双双放浪行海 甚至还相信了她所说的 姚双双想要破坏我们的感情 我被渡火和怒火裹挟着 一步步按照孟诺林的安排 彻底跟姚双双绝交了 你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彻底愤怒了 三步并坐两步 冲到孟诺林面前 在她皱缩瞳孔的注视下 狠狠一耳光甩在了她脸上 啪 整个客厅 都因为我这一耳光 陷入一片死寂 我抬头 看到公公婆婆 机遇喷火的眼睛 或许在他们看来 我这个儿媳妇 无论被怎么对待 都应该逆来顺受 可惜 他们还是太不了解我了 我爱孟诺林的时候 我确实愿意为了她承受所有本不该我承受的 可现在 我不爱她了 反而觉得她无比恶心 我要把当初给她 给孟家的东西 全都拿回来 啪 啪 啪 听到声音 我回头看去 就见端座沙发上的姚双双 正在给我鼓掌 她挑眉含笑跟我对视 说 对吗 这才是我姚双双认识的那个白贤 对她 我心怀愧疚 想起这几年的种种 甚至觉得无言面对她 可笑的是 我如今唯一能依靠的人 却也只有她这个曾被我伤害过的朋友 姚双双冲我招招手 我走过去 被她拉着坐了下来 来 跟姐们说说 这些王八蛋 想做什么 白贤 你敢 姚双双话音才落 公公立马跳脚了 她脸红脖子粗地指着我 要不是旁边有人守着她 估计也要像她儿子那样 冲上来打我了 白贤 你要再敢胡闹 我 我立马让诺琳跟你离婚 离过婚的女人都是破烂 是二手祸 我看这天底下 还有哪个男人愿意要你 听到婆婆这话 我都差点被她气笑了 老太婆 大清早亡了 别跟这儿胡言乱语了呀 也不嫌丢人 姚双双翻着白眼说 我到底还是没忍住 笑出声来 看了眼因为自己亲妈被损 脸色隐隐发黑的梦诺月 婆婆 照你这么说 梦诺月才是这个屋子里 绝无仅有的破烂货呀 婆婆眼皮一抖 立马狠狠瞪了我一眼 胡说 你怎么能跟我闺女比 你算个什么东西 对 我确实没法跟梦诺月比 毕竟她和某些人一样 自己的日子不好好过 非要盯着别人的男人 我立马反唇相机 反正现在有姚双双给我撑腰 我也没必要再忍气吞声了 我的好婆婆 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吧 就你这好闺女 当初出轨被自己老公捉肩在床 又不想离婚 这才被婆家扫地出门 死气白赖住到了我的房子里 什么 公公婆婆齐声惊呼 他们估计直到今天 才真正知道梦诺月分居的原因 我还不解气 又看向脸色发白 搂着女儿一言不发的弹琴 他们不是一直认为 惠惠才是他们梦家的独描描吗 我现在就让他们知道 弹琴口中所谓的梦诺林的女儿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你们的宝贝孙女 我冷笑着 将弹琴为了抢房子编造的谎言 直接戳破 你们不是嫌弃我不能生孩子吗 但从始至终 生不了孩子 也不想生孩子的人 根本不是我 公公婆婆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他们喘着粗气 像是随时要觉过去似的 死死盯着我 没让他们等太久 我去卧室拿了早就准备好的诊断书 直接扔到了他们面前 你们还不知道 孟诺林 你们口中哪哪都好的宝贝儿子 根本就是白显 就在这时 被按着跪在地上的孟诺林 突然声嘶力竭地咆哮出声 她双目星红地瞪着我 眼中愤恨和恐惧交织着 尽管在此之前 为了顾及她作为男人的尊严 我始终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 包括她自己 但估计她现在应该也猜到了 孟诺林的吼叫 没有阻止我说下去的欲望 我直直跟她对视着 一字一句 说出了那句足以让她崩溃的话 孟诺林根本就是个废物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公公婆婆垂胸顿足 想要冲过来 却又被人拦住 婆婆嚎啕着 这不可能 是你 你这个不安好心的女人 这都是你伪造的 就是为了要拆散我们这个家 你们哪个家 我反问她 孟诺林和弹琴 不是早就离婚了吗 公公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盛怒之下 恶狠狠地看向了弹琴 你这个贱人 说 这个野种 到底是你和那个野男人生的 不怪公公气成这个样子 毕竟 当初孟诺林和弹琴离婚的时候 惠惠已经出生了 也就是说 心心念念 要给唯一的孩子 置办房子的孟诺林 其实早就被弹琴 戴了顶天大的绿帽子 可笑他们家谁都不知道 还一门心思 想让惠惠认阻归宗 弹琴吓傻了 被她抱在怀里的惠惠 也突然嚎啕大哭了起来 整个房子 充斥着孟诺林的嘶吼 公婆的咒骂 还有惠惠尖利的哭喊 真的 太吵了 双双 就在这片吵闹声中 我看向了姚双双 这是我的房子 请你帮我把他们赶出去吧 姚双双打了个响指 不轻不重 按了下我的脑袋 小尸一桩 接着 她朝那几个壮汉示意 其中看上去 最凶神恶煞那个 粗声粗气道 去 给你们半小时收拾东西 然后从这个房子滚出去 不然 我们跟几个 可不客气了 你 你敢 婆婆尖叫着 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你们 你们这是四闯民宅 我 我要报警 报警 壮汉宁笑一声 给按着孟诺林的小弟 使了个眼色 下一秒 啊 啊 啊 凄厉的惨叫 回荡在这个房子 不到两秒 孟诺林大张的嘴 被人无情捂住 她头上冒着冷汗 两只眼都翻起了白眼 看着像是随时要昏过去的样子 现在能去收拾东西了吗 壮汉回看婆婆 胸向毕露 婆婆彻底被吓傻了 她惶惶看了眼被折断胳膊的儿子 紧抓着丈夫的袖子 再不敢开口了 旁边的公公看上去倒是比她好一些 但不断颤抖的眼珠 也泄露了她此时的恐惧 这对夫妻没敢继续纠缠 一声不吭回房间收拾行李了 至于梦诺月和弹琴 这两人还傻坐在餐桌旁 连动都动不了 起来 收拾东西 壮汉又吼了一声 他们才仓皇起身 跌跌撞撞跑回了房间 姚双双百无聊赖地打了个哈欠 转头看向了我 所以 我当初就说 你是瞎了眼 才看得上孟诺林这渣男 之前 每当她说出这种话 我都会替孟诺林 距离力争一番 可如今事实摆在眼前 我只得承认 她的眼光确实比我好 挪开望着姚双双的视线 我看向了倒在地上 脸色煞白的孟诺林 想了想 我起身走到她面前 蹲了下来 孟诺林 我只问你一句 你当初救我 是因为蓄谋已久 还是真的好心 至于爱不爱这种问题 我已经不在乎了 孟诺林身体打着白子 深呼吸了好几次 才给了我回答 那次 我是真的 真的想帮你 好 这就够了 起码 当时的我 还不是完全瞎了眼 孟诺林 我们离婚吧 我笑着对她说 只要从今往后 你 还有你们孟家人 都从我的事业消失 我可以对你的欺骗 既往不救 这个我曾深爱的男人 此时狼狈不堪地趴在地上 她艰难抬起头 眼神复杂地看向了我 好 我听到她这么说 半个小时后 孟家人终于离开了我的房子 我吐出口气 疲惫万分倒在沙发上 望着远处餐桌上的残羹冷至 一动也不想动 看我这个样子 姚双双也没多说什么 只安静地陪我坐着 我真是天底下最傻的人 过了不知多久 我自嘲地笑笑 闻言 姚双双也笑了声 你才知道啊 我们又相顾无言地沉默了下来 几分钟后 姚双双把我从沙发上拖起来 说 走 去我家住几天 我请保洁公司过来 把你这房子里里外外 好好收拾一遍 消个毒 我被她逗笑了 消毒 不至于吧 不用了 我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她无情打断了 别说屁话 她瞪了我一眼 你可别告诉我 你信了孟诺林刚刚的保证 我证住了 她猜得对 我确实相信了孟诺林之前的承诺 现在只一心想着 尽快跟她离婚 彻底跟孟家人划清界限 姚双双无语地看着我 眼中明明白白写着 你是不是傻 就孟家人这个调性 他们之前既然能为了钱 设计让你和孟诺林结婚 就绝不会只因为今天闹了这一次 就把你这只劲了嘴的肥鸭子放走 你信不信 等到了明天 孟诺林就会开始用各种各样的理由 不去民政局 甚至 她顿了下 眼神鄙夷的冷笑一声 还会痛哭流涕地跟你忏悔 千方百计挽回你 想方设法 让你跟她重修就好 听完她这番话 我久久没能说出话来 不得不说 这种事情 确实是孟家人能干得出来的 那我该怎么办 我忧心忡忡 姚双双两手搭在我肩上 苦口婆心 第一步 去我家住 次日 我在姚双双家醒来 刚睁眼 就听到她正在外面跟人通话 因为昨天狠狠哭了一通 我眼睛肿成了核桃 别说出门上班 连睁开都费劲 行 不用管了 让他们且闹着吧 总有他们后悔的那天 走出卧室 我听到姚双双说了这么一句 虽然没有证据 但我直觉她这句话里的他们 说的就是孟家人 怎么了 见她挂了电话 我问道 姚双双面无表情道 我昨天不是留了两个人在你家吗 跟我猜的一模一样 今天早上不到六点 你那对奇葩公婆就找上门去了 他们做了什么 我皱起眉 她怂怂间 没做什么太过分的 就是求啊哭啊 说他们有眼无珠信错了人 求你看在之前的情分上 就原谅他们这次 往后他们肯定好好对你 你就是他们孟家唯一的儿媳妇 说完 姚双双毫不客气地 发出了一声讥笑 唯一的儿媳妇 他们居然到现在还在说这种自以为是的屁话 这估计啊 就是个开头 等他们发现你不住家里了 就会开始去你公司闹 至于孟诺林 最近一段时间应该既不会露面 也不会跟你联系了 我有些烦躁 忍不住问 那我怎么能尽快跟她离婚 另外 就是房子的问题 当初我被她哄得晕头转向 在爸妈全款给我买给的房子的房本上 加了孟诺林的名字 急什么 姚双双邪逆我一眼 先拖着呗 反正你也不急着去找第二春 总得让这家人再吃点苦 让他们知道 不跟你离婚 就会有倒不完的眉 丢不完的脸 到时候就算你不想离 他们也会哭着喊着 求你进民政局的 房子这事更好说了 她端了杯咖啡 放到我面前 收集好证据 直接去法院告她骗婚 我久久望着姚双双 心潮涌动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如果没有她 可能从昨晚开始 我这辈子就要都活在地狱里了 至于父母 比起姚双双 我更加没脸把这件事告诉他们 况且我爸身体不好 早就经不起一点刺激 可能孟诺林也是仗着这个情况 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寸进尺 双双 我真的 打住啊 不等我说出感谢的话 姚双双就一副 要起鸡皮疙瘩的样子 打断了我的话 别跟我说那些有的没的 不爱听 我健壮忍不住笑出声来 行 那就都在咖啡里了 没有酒 我端起面前的咖啡 一饮而尽 摇双双灯时垂胸顿足 我的天 你知道我这咖啡豆多少钱吗 居然给我牛饮 两天后 我回到公司上班 刚进公司 我就察觉到了 落在我身上的无数视线 他们的目光隐晦而好奇 偶然还有窃窃私语声 卫生间里 我刚要从隔间出来 就听到外面有人在聊天 你们说 白贤他公公婆婆说的那些话 是真的假的 白贤真因为找了小三 所以急着踹了老公 也不一定吧 白贤多喜欢他老公啊 妥妥一恋爱恼 谁知道呢 没准人家就是吃腻了 想换个口味也说不准呢 嗨 反正跟咱们也没关系 不说了 等那几个人离开 我才推开隔间的门走了出去 一时竟不知该笑 还是该生气 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不仅把弹琴和惠惠带来家里恶心我 甚至还想霸占我的房子 现在居然有脸给我造谣 说我劈腿找了小三 简直无耻 从卫生间出来 我正往工位走呢 迎面就看到急匆匆朝我走来的部门主管 对方明显一脸不悦 白贤 你赶紧去看看吧 你公公婆婆都要在咱们公司打地铺了 你要能干就继续干 不能干就赶紧辞职 别给公司找麻烦 对不住啊主管 我这就过去解决 我忙向主管道歉 见我态度诚恳 主管没在啰嗦 指挥挥手 让我离开了 来到公司大门口 一副让我血冲头顶的画面 直接映入我眼帘 公公盘腿坐在地上 手上夹着支烟 至于婆婆 她就蹲在公公身边 但现在居然正收拾铺盖 在众人的指指点点和议论声中 我快步走上前去 一把掀翻了她快要铺好的铺盖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铺盖被掀 依照婆婆原本的性格 她绝对是要撒泼打滚的 但当她怒气冲冲抬起头 看到来人是我时 脸上刻薄的表情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变得可怜兮兮起来 下一秒 她坐在地上 哭天抹泪起来 咸咸啊 妈承认之前 对你不够关心 可诺琳 她对你是真心的 你不能外面有了人 就把诺琳一脚踹开啊 可怜我家诺琳 伤了心还不敢联系你 昨天硬生生在家 把自己灌了个胃出血 闲闲 就当妈求你了 回家吧 妈跟你保证 只要你肯和诺琳和好 我和你爸 肯定马上回老家 绝不会留在这儿拖累你们 在她的哭嚎声中 我背后响起的议论声 也越来越高 我紧握成全的双手 止不住地微微发颤 这家人怎么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我人就在这儿站着 她都能信口开河 别说了 我大喊一声 打断了婆婆的胡搅蛮缠 我为什么要和诺琳离婚 你们心里有数 我出轨找小三 你们怎么说得出来这种话 脑袋被他们气得嗡嗡作响 一想到我曾发自内心尊敬 孝顺他们 就恨得牙痒痒 可现在不是失去理智的时候 他们既然能做出这种事 就是打定主意 要毁了我的名声 我当然不能任由他们 继续大放厥词 不就是装可怜吗 谁不会是的 爸 妈 你们摸着良心说 结婚前孟诺琳说 没钱买房 我爸妈是不是二话没说 就出了这个钱 后来孟诺琳说 想把你们接过来 跟我们一起住 好静静孝心 我是不是立马就答应了 搬来这边后 你们说吃不惯这边的菜 我哪怕结婚前 从没进过厨房 为了你们 哪怕伤了不知道多少次 我也学会了 做你们老家的菜 你们说我要体谅孟诺琳 所以我白天上班 晚上回家伺候你们 从没有过一句怨言 后来 你们说男人在外打拼 没车不行 又说这车买便宜了不行 我听你们的 回家求着我爸妈 拿了五十万 给孟诺琳买了车 之后 大姐跟姐夫分居 你们又说 大姐一个女人不容易 没钱没工作 想让她也住过来 我也接受了 我想着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都是我作为儿媳妇 该承受的 我一心一意 对孟诺琳 对你们 可你们又是怎么对我的 我喊得声嘶力竭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在所有人眼中 比起面露尴尬的公婆 我才是那个饱受 戚风苦雨的小可怜 身后的窃窃私语 也在我一生又一生的质问中 渐渐消弭 我愿意体谅孟诺琳 我愿意孝顺你们 愿意接纳大姐 可我不能忍受 跟孟诺琳的前妻 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不能忍受 明明是我父母买的房子 你们却要在房本上 加孟诺琳前妻的名字 你们不能欺人太甚 这话一出 周围的吃瓜群众 果然顿时哗然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婆婆急到 莫琳她就是心善 看琴琳孤儿寡母可怜 才让她暂住几天的 我胡说八道 她倒真有脸 说出这种话来 孟诺琳心善 想起那晚 孟诺琳落在我脸上的巴掌 愤怒 委屈 恨意交织在一起 不断向上翻涌着 冲刷着我摇摇欲坠的理智 如果起初 我还只是在装委屈 现在话说到这里 那份被我深藏在心底 不愿拿出来世人的委屈 已经几乎要将我彻底吞没 伴随而来的 则是我对孟诺琳的空前恨意 结婚两年 你们怪我生不出孩子 话里话外嫌弃我 怪我断了你们孟家的香火 我一度也这么怀疑自己 在你们的逼迫下 我一遍又一遍去医院检查身体 喝着你们不知道 从哪弄来的臭气熏天的偏方 只可惜 不能生的从来都不是我 而是你们的宝贝儿子 对 孟诺琳确实心善 心善到把别人的女儿 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 心善到处心积虑 想要把我的房子拱手送给 给她戴了绿帽子的前妻 还有那连生父都不知道 是谁的孩子 我喊完最后一句 人满为患的公司大厅 陡然陷入一片死寂 即便不看 我也能猜到身后那些人 现在的表情该有多精彩 我又恨又怒地瞪着公婆 既然她们不要脸 我就彻底把她们的脸皮扯下来 反正已经走到这一步 我倒要看看 她们究竟还能无耻到什么地步 你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居然敢咒我儿子不能生 看我不 看我不撕了你的嘴 被我激怒的婆婆 一扫之前的可怜样 手脚并用从地上爬起来 张牙舞爪地 就要冲上来打我 公公紧随其后 怒目远征 一副好像要活劈了 我的凶恶模样 就是有你们这样的爸吗 你们不是常说 女人不打不老实 孟诺玲也一直听你们的话 有本事 你们今天就打死我 我跟你拼了 婆婆大吼着 往我面前冲 可她还没碰到我 旁边几个保安 瞬间一拥而上 把他们两个都按住了 我回头看去 就见刚才对我满心怨气的部门主管 此时看向我的眼神 已经戴上了深深的怜悯 谢谢您 知道是她叫来了保安 我真心实意地向她道谢 主管摆摆手 为难道 接下来你看 我满脸麻木 回头看向 就算被保安按住 依旧还在不停破口大骂的公婆 深深叹了口气 报警吧 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公婆仍旧喋喋不休地辱骂我 我心无波澜地目送他们离开 在公司众人纷繁各异的目光中 我镇定自若地重新投入了工作 下午六点 我刚出公司大门 就看到了等在外面的孟诺林 说起来 我们也算是一个圈子里的 从公婆大闹 我们公司被警察带走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将近五个小时 孟诺林站在远处一棵树下 整个人看上去 比之前销售憔悴了不少 脸上还带着我 既熟悉又陌生的音质 我做好心理准备 抬脚朝着他走了过去 白显 他嗓音嘶哑 满部红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我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也不多跟他废话 开门见山道 离婚 离婚 他阴沉沉地笑了两声 眼中有一闪而过的狠利 你把我爸妈送进派出所 现在还有脸跟我提离婚 你知不知道 圈子里都传遍了 我对你 我爸妈这两年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一清二楚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我很心 我瞠目结舌 孟诺林 你该不会真以为 这几年 你爸妈对我很好吧 你该不会真以为 我到现在 还以为你是真心爱我 还被你们一家人蒙在鼓里吧 我见过不少吃软饭的凤凰男 但能这么软饭硬吃的人 你还是头一个 我按照姚双双教给我的那样 不断激怒眼前的男人 甚至已经做好了他 再次对我动手的打算 并且还在心里 默默盘算着逃跑路线 以及该怎么向别人求助 你刚刚说 圈子里都传遍了 传遍什么了 是你爸妈大闹我公司 说我出轨找小三 还是你被你前妻戴绿帽 还给别人养孩子 又或者 是你连孩子都生不出来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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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闭嘴 孟诺林疯了似的大喊大叫 完全顾不上 我们现在就站在大马路上 来往行人都忍不住 朝我们这边看来 白显 他咬牙切齿道 不就是个房子吗 你家那么有钱 你把房子让出来 又能怎么样 从一开始 我就最讨厌你这点 明明那么有钱 却非要把房子车子 都握在自己手里 你压根不是真心爱我 也根本没有真正为我们这个家考虑过 可以 都这时候了 他居然还妄图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我 但我已经懒得跟他争论了 这几天 我吵了太多架 早已经身心俱疲 离婚 我只有这一个要求 其他全部免谈 话落 我绕开孟诺林 就要离开 走 我看你往哪走 随着这声力合 我只觉头皮一阵剧痛 紧接着整个人直挺挺向后倒去 旋即 孟诺林再次朝我挥出了拳头 但这一次 我却不会再傻傻站着 任由他对我拳脚相加了 我使出吃奶的力气 一把将他推开 然后猛吸一口气 朝着公司大门跑了过去 好在公司保安是24小时轮班 我还可以向他们求救 救命 救命 我一边跑 一边大声呼救 刚巧 眼下正有两个保安 站在公司门外抽烟 而其中一个 就是今天亲手把孟诺林父母 交给警察的保安队长 王队 救救我 我直冲过去 趁孟诺林还没过追上来之前 躲到了保安队长身后 保安队长都傻眼了 他们虽然平时也会解决一些公司纠纷 但从来没见过今天这场面 好在 他回神得够及时 敢在孟诺林动手前 招呼出来所有保安 七手八脚 把壮弱癫狂的孟诺林按住了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保安队长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平复好了呼吸 打着颤求他 王队 我手都下软了 您能帮我报个警吗 他 他说 要杀了我 说着 我瞬间泪如雨下 哎 好 好好 我这就报警 姑娘 你别哭 别哭啊 保安队长手忙脚乱的报警 还不忘笨拙的安慰 犹如惊弓之鸟的我 警察来之前 姚双双先到了 他先是隐晦地朝我比了个大拇指 才一把将哭成泪人的我揽进怀里 我听到他在我耳边小声说 没事了 接下来都交给我 无论是真的安慰我 还只是在别人面前作戏 他一下下俯过我后背的手 都真的抚平了我内心的疮痍 我拼命忍住 即将夺框而出的眼泪 啜泣着对他说 双双 等事情结束后 我要去旅行 我有好多地方想去 好 我陪你去 还有 我不想减肥了 我有好多想吃的美食 好 那我舍命陪君子 我还要好好跟爸妈道歉 是我识人不清 伤了他们的心 好 等叔叔阿姨要揍你的时候 我肯定第一个给他们递鸡毛胆子 听到这儿 我忍不住扑哧一声 笑了出来 我挣出他的怀抱 用力擦掉满脸泪痕 透过泪光看向了他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在他眼中 我竟然也好像看到了泪光 双双 我拉住他的手 哽咽道 对不起 还有 多谢你还在我身边 姚双双朝天翻了个巨大的白眼 食指不清不重地点了下我的脑门 都说了 少给我说这些屁话 故事的最后 我终于如愿以偿 和孟诺林离了婚 在他爸妈不遗余力地宣传下 孟诺林家暴 死经症 还有孟家那一堆烂事 在我们圈子里 闹了个沸沸扬扬 他到底修炼不够 没能像他爸妈那样 继续厚着脸皮 在公司待下去 离婚后不到一星期 他们就举家灰溜溜搬回了老家 而出轨在先 还不愿意离婚的孟诺月 也被他丈夫起诉 并被法院宣判了离婚 他没能得到自己妄想的钱 在婆家人的唾骂 以及他儿子的愤恨中 也滚回了老家 至于弹琴 惠惠的生父找到了 居然是孟诺林的堂哥 这事儿在孟家 闹了个天翻地覆 和平共处了几十年的上一辈 因为这事儿彻底翻脸 孟诺林至此一蹶不振 不仅酗酒 还染上了赌博的毛病 当然 这些都是姚双双派去 盯着他们的人传回来的消息 因为他不放心孟家人 担心他们再来纠缠 首都机场大厅 嘿 发什么呆呢 姚双双拿着登机牌 在我面前晃了晃 笑容明媚地望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 接过他手中的登机牌 望向巨大的落地窗 看到了一架又一架 不停起飞降落的飞机 机遇心中的苦闷和萧瑟 刹那间粉碎瓦解 我收回落在远处的目光 回头看向美艳动人的姚双双 展开笑容 谁说我在发呆 我只是觉得生活真的美好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小姑子崇尚自由 暑假把孩子扔在娘家 自己去旅游 我委婉提醒 她冷笑 我找我妈带 跟你有什么关系 难道我妈只能带你女儿 当晚我连夜给她妈打包了行李 送到她家 好让她妈妈专心地给她带娃 还没进门 我就听到家里边十分热闹 一开门 果然是小姑子家的双胞胎儿子又来了 我刚要说话 一个奥特曼玩具忽然从空中飞过来 砸在我额头上 我眼前一黑 当场疼地蹲下来 耳边忽然安静了很多 妈妈 弟弟闯祸了 随即 传来小姑子手机短视频暂停的声音 呀 嫂子你这是怎么了 她小跑到我旁边 扶着我起来 我慢慢站起来 把手从伤口处移开才发现 手背上已经沾了斑点血迹 小姑子也伸手捂住嘴巴 语气弱了下来 呀嫂子你这怎么还流血了 我烦闷地看了眼还在地上打闹的双胞胎 伤口钻心地疼 不顾小姑子的须道 直接朝卧室的镜子走去 镜子里 额头上被打中的地方已经红肿了起来 中间缓缓朝外伸着血 我心中更气 拿出酒精和棉签消毒 小姑子却还在一旁嬉笑 哎呀 一个小孩子能有多大力气 嫂子你这咋还流血了 真是细皮嫩肉啊 我深呼吸 把手里的棉签扔在桌子上 恶狠狠地看她 赵阳逸 你现在应该做的是 带你儿子过来跟我道歉 而不是在这像个没事人一样 轻描淡写 赵阳逸笑容一僵 撇嘴 你让一个小孩子给你道歉 你还有没有点长辈的样子 亏得孩子还喊你舅妈 他可以不用喊我舅妈 但今天必须道歉 我死死地看着他 忽然门外传来双胞胎的欢呼 我婆婆接女儿上特长班回来了 见我和赵阳逸面色不喜 又看到我头上的伤口 婆婆大惊 炎炎 怎么受伤了 我还没回答 双胞胎哥哥抢先回答 是弟弟拿奥特曼砸的 女儿健壮 心疼地抱住我 要给我吹吹 婆婆焦急地看着 要带我去楼下诊所 我还没说话 小姑子轻吃一声 快去吧 去得晚了 伤口就该愈合了 婆婆皱眉 拍拍小姑子的手 示意她不要再说话了 我被彻底激怒 顾忌着有女儿在 我强压着脾气 杨逸 今天要么你让乐乐 给我道歉 要么你立刻 从我家离开 小姑子笑出声 嫂子你好大的口气 你别忘了 这也是我家 我也姓赵 婆婆出声 喝止了小姑子 又急忙安抚 我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可小姑子健壮 却委屈得泪眼汪汪 说自己妈妈 有了儿媳妇 心里就只有儿媳妇 没有女儿了 说吧 她堵着气 喊了两个儿子离开 临出门前 她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进这个门 我没理 心里想的确实 希望她这次不要说话 想放屁 类似的话 她可说过太多次了 小姑子走后 家里终于恢复了安静 我知道 婆婆这个时候 心里肯定也不舒服 贴好窗壳贴后 饭桌上主动和她沟通 妈 杨逸哭着离开 我知道您也心里难受 但杨逸太放纵乐乐了 今天打伤的事我还好 如果以后再打伤别人呢 到时候就不只是要道歉的事了 婆婆心中明白我说的对 点点头 盐盐 你说的对 也是我从小太惯着这丫头了 让她现在受不了一点委屈 天天也没个当妈的样子 杨逸出差也快回来了 到时候叫上杨逸一家 咱一大家子一起吃个饭 到时候我再好好说说她 婆婆说话一向公正 并没有偏移自己的女儿 我听着也渐渐消了火气 婆婆不重男轻女 对自己的女儿从小很宠着 赵阳逸性格以自我为中心 我很早就知道了 只不过以前她嘴上 还总是把话说得很漂亮 一些不值得的事 我也就懒得计较了 直到最近几年 一到周六日寒暑假 她就频繁把孩子带回娘家 扔给婆婆带 自己去全国各地旅游 我在家给一家子人做饭 热得满头大汗时 她在更新自己的旅游日记 人生是狂野 而不是轨道 我永远不会做 困在厨房卧室方寸之间的女人 我看得一阵恶心 你追求自由可以 但不要把自己的自由 附加在别人的辛苦上可以吗 我心中估算时间 暑假马上就到了 小姑子估计很快就又要把孩子扔到婆婆这 然后自己去享受自由人生了 可今年我不打算再忍了 果然我们炒完的第三天 小姑子带着两个行李箱和一串香蕉上门了 嫂子 我知道你爱吃香蕉 就特意让老板挑了最新鲜的一串呢 我淡淡地笑着说 谢谢 甚至有些佩服她这种不顾脸面的嘴甜 婆婆见我俩仿佛重归于好 开心地说今天中午得炒两个好菜 让孩子们也好好补一补 我冷眼看着 果然 小姑子看了看手机 着急地说自己还要赶飞机 就来不及在家里吃饭了 妈 醒醒和乐乐 我就放你这了呀 我就先走了 啊 你又要出去玩呢 婆婆没想到自己女儿又来这一出 问 这次要去呢 去几天呢 赵阳毅笑得一脸明媚 去新疆两周 这个季节的新疆最美了 看她遐想万千的眼神 估计现在心都要飞到新疆了 婆婆有些为难地看了我两眼 我温柔地笑着 替婆婆说出来 杨毅 巧了 我也要带妈和西西出去玩了 赵阳毅瞬间垮了脸 不喜地问 怎么这么突然 你们什么时候决定的呀 我怎么不知道 她憋着嘴 阴阳 该不会是有人 不想让我儿子来 特意找的理由吧 我笑得大方 装听不出她话里对我的爷鱼 拍拍她的肩膀 说什么那傻妹妹 怎么会不想让你儿子来呢 他们都那么乖巧 有礼貌 实在就是赶巧了 我往外推推 手边两个孩子的行李 我们明天就得去了 恐怕收留不了 醒醒和乐乐了 我当然是故意的 昨天看到赵阳毅的朋友圈预热 我就立刻告诉婆婆 我要带她和西西出去玩 婆婆本来觉得有点麻烦 但看西西开心 再加上 我说去了 给她多拍照片 让广场舞队的其他老太太们 羡慕她 婆婆就也心动了 开心地答应 一起去玩 所以此刻 面对赵阳毅真假的逼问 婆婆诚实地告诉她 这是我和你嫂子 昨晚就定下了 赵阳毅气地跳脚 不停地重复自己 该怎么办 我都答应朋友们了 她狂怒 婆婆小声建议 不然让你婆婆带几天孩子 小姑子更爆炸了 她还要上班赚钱呢 哪有时间带孩子 空气凝滞 感情 她为了自己 婆婆上班多赚钱 就非得让自己 亲妈带孩子啊 我不再插嘴 好整以暇地 看着他们自己商量对策 不料 小姑子语出惊人 妈 你让嫂子自己带西西去吧 你留下来 帮我看醒醒和乐乐 不然 就你们带上醒醒 和乐乐一起去 我不由得张大嘴巴 这人 还真是够不要脸啊 婆婆嘴巴张张合合 满脸苦涩 我看不下去了 开口 不行 妈妈要去的 我们也带不了多余的孩子 我声音淡淡的 并不打算和她吵架 嫂子 我是在跟我妈说 没有跟你说 她带着威胁的冷笑 我坐在沙发上 往后靠了靠 有些好笑地看着她 你自己的人生可以是旷野 你妈妈的人生 就只能是围着你转吗 妈妈就没有出去享受一下的权利吗 赵阳毅被我说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她胸口起起伏伏 不停地看表 最后竟然用力把自己的双胞胎儿子 往里面一嗓 我不管 孩子我放这了 你们必须要帮我带 说完 她转身飞速离开 留下两个孩子面面相去 赵阳一走后 婆婆为难地看着我 妍妍 你看这怎么办 我反问 您觉得的呢 妈 要不我还是留下来吧 婆婆搓手 像做错事的孩子 醒醒和乐乐 此时没了妈妈在一旁撑腰 也安静地立在一旁 我点头 既然您决定了 那就这样吧 你们亲生母女的事 我何必掺和那么多呢 只要不触碰到我的利益 你们随便 第二天 我开开心心地带上西西 坐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几天后 我们才收获满满的回来 期间 小姑子的朋友圈一直在更新 她穿梭于大自然之中 高声呐喊 原谅我一生放纵不积爱自由 可这自由的背后 是她妈妈辛苦地伺候两个太子 她的婆婆起早贪黑地 在厂里加班赚钱 至于孩子爸爸 姑且就当死了吧 反正从他们结婚 孩子的事 她几乎从来不参与 不过 出去吃喝玩乐的事 她倒是从不缺席 本来我和西西已经打算回家了 可忽然接到婆婆的电话 原来是醒醒推到了小区里 另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头磕到石灰边沿 瞬间流血了 婆婆慌乱地给我打电话 问我怎么办 怎么办 当然是送医院啊 我安慰婆婆不要着急 至于其他的 打给他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呗 总不能让我一个舅妈 千里迢迢飞回去处理吧 我捏捏西西的笑脸 想不想看生其一事 西西兴奋地点头 等我和西西回家的时候 已经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了 到家时 家里没人 估计都在医院 我点了海底捞的外卖 和西西最喜欢吃的榴莲 打开空调 我们美美地享受假日 快吃完时 门开了 小姑子一家人和婆婆 从门外进来 一进门 双胞胎就嚎叫着好香啊 杨逸和妹夫来了呀 我不急不慢地和他们打招呼 小姑子美好气地白了我一眼 我们在医院 又是陪笑脸 又是满头大汗的跑前跑后 你们娘俩倒是会享受 我不理她 给西西点开了平板的动画片 要西西先去卧室自己玩 西西眨眼点头 小跑着离开 见西西把门关上了 我才用身筷子加了肥牛卷 蘸了小料放进嘴里 哦 事情解决了吗 两个双胞胎急得团团转 姥姥 我们也要吃 你快去给我们拿筷子 解决什么 那家人真是难缠 我真是倒霉死了 赵阳一边说 边也坐到餐桌旁 饿死我了 她招呼婆婆 妈 也给我和家庭拿着 她想得倒霉 可惜的是 桌上各种菜 已经空空如也了 嫂子 你怎么点这么点 赶紧再点点吧 我要饿死了 她催促着 我看看她老公 她老公也只是在低着头玩手机 双胞胎已经饿得急不可耐了 我不接她的话 微笑起身 你们慢慢坐着 我先去看看嬉戏 她以为喊声嫂子 我就也含糊过去 当几天前的事没发生了 给人白脸子甩脾气后 还想着在我这白吃白喝 我是什么冤大头吗 见我如此 赵阳一更生气了 你装什么装 以为我们自己吃不起啊 她便说 眼睛又红了起来 妈 看来这家 我是真回不了了 嫂子现在也是一家之主 动不动就对我冷嘲热讽 怪不得人家都说 女人结婚后就没有家了 回娘家的路拿钱扑出来的 嫂子这是拐着 弯怪我没带东西来吧 可是我来自己家 为什么要带着东西才能回 她越说越委屈 仿佛比斗鹅还冤 妹夫在一旁 拽拽她衣服 你说什么呢 嫂子不是那种人 她就是 小姑子反唇相机 别看她表面温温柔柔的 其实就是死绿茶 光会骗你们这种男人 你和我哥 还有妈 都是被她这个样子给骗了 我本来快要走出客厅的脚步停住 转身回头 走到她身边 在她没反应过来前 抬手给了她一巴掌 你再骂一句试试 原本 我对她有所顾忌 也不过是看着婆婆和她哥的面子 无论她怎么作妖 我都想着一家人不能弄得太难看 可没想到 这样反而更加放纵了她 让她觉得 她可以任意侮辱我 别说她了 今天就算是她妈妈 或她哥哥 说出那句话 我也都会毫不留情地打上去 我嫁进来 不是为了让她们任意搓磨的 如果我连自己的尊严都保护不了 以后怎么保护兮兮 就像刚才 双胞胎一进来 就能把希希从座位上推开 不经同意 抢了我给希希包好 放在一旁的榴莲 我数次回想 那天奥特曼是砸在我的头上了 可如果 是砸在希希头上了呢 她才六岁 那么坚强可爱心疼我 就算自己很痛 也一定会忍着不让我难过的 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她的声音落下 满是寂静 赵阳逸挣扎着要扑上来和我扯头花 被婆婆和她老公拦住 婆婆也变了脸色 颜颜 你怎么能动手打阳逸呢 我冷冷地看着赵阳逸的脸 是她先骂我的 我打她一巴掌 很合适 你 赵阳逸手指着我 你这个贱人 我要我哥和你离婚 我吃笑一声 是吗 如果你有这个本事 那就试试啊 但在此之前 我指了指大门 请你先滚 这一巴掌 我欠她很久了 我老公赵阳逸 身高一米八 六块腹肌 工作需要 经常出差在外 但赚的钱全部上交 不出差的时间 她都会早早回家 陪我和西西 家务更是一点不外包 这样的男人 我当然不会轻易松开 今天和赵阳逸的这场冲突 我可是早铺垫很久了 赵阳逸和赵阳逸是龙凤台 两人同年结婚 但他们更早两年要了孩子 所以醒醒和乐乐 比西西还要大 从上幼儿园开始 赵阳逸就几乎每个周六日 和寒暑假 都要把孩子送过来 美约其名给自己的妈妈带 我不用操心 可男孩子本来就闹腾 他家这两个又没有规矩 整天打打闹闹 我每天下班回来 想清静一会都难得 两个孩子在吃饭上 也很挑剔 赵阳逸为了让自己儿子 吃得有营养 要求婆婆 每顿饭都要做得 有鱼有肉 可婆婆根本没有收入 买菜的钱都是我出 赵阳逸自己从来没有主动 买些鱼肉带过来 甚至周六日不出去玩的时候 他自己还要蹭上几顿 西西喜欢吃榴莲 我每周会给他买一次 可西西肚子小 每次吃不了多少 就吃不下了 等过几个小时 再想吃的时候 冰箱里就会干干净净 对此赵阳逸还颇为不满 嫂子 我家儿子在你家都养出来 吃榴莲的奢侈爱好了 回家老是嚷嚷着让我买 我可不管啊 这是你养出来的 你得负责 他的厚脸皮言论 被我转发给他哥赵阳成 一开始赵阳成还笑嘻嘻地说 榴莲能花几个钱 他都包了 可升级到每周两次后 他有些绷不住了 老婆 最近榴莲吃得太快了吧 西西自己吃能吃多少 醒醒和乐乐地 咱就别管了吧 那怎么行 我责怪他 两个孩子天天都在家里住着 咱妈也看着呢 难道我能让西西吃毒食 赵阳成无奈 只得继续从自己 每个月的零花钱里转钱给我 我委婉提醒赵阳逸 他带孩子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能带点吃的的东西 两个孩子正是饭量大涨身体的时候 有他们在 我每天买菜的钱都得翻倍 可赵阳逸冷笑一声 嫂子 我的孩子是找我妈带的 跟你没关系 你要是羡慕 也去找你妈呀 哦对了 我忘了 你妈妈已经去世了 她像开玩笑的样子 嫂子 你可不能因为我有妈妈 就嫉妒我呀 当时 她的真实面目还没露出来 我们关系还没彻底破裂 我紧紧攥拳 强忍着泪花 没有打她 今天 我终于把这一巴掌还回去了 她拿我妈妈开玩笑的时候 我忍了 这次是我女儿 我绝不再忍 这些事情 赵阳成都是知道的 再加上双胞胎在家里 拿我的化妆品恶作剧 害婆婆摔倒住院等等 赵阳成也早就对自己的这个没礼貌 自私爱占便宜的妹妹心中厌烦了 我倒要看看 赵阳一把电话打过去的时候 她哥哥会如何回应 婆婆爱你心切 尽管她平时也算照顾我 可今天亲眼见我打了赵阳一 还是和我冷战了 竟然顺着赵阳一的话 要跟她离开 妍妍 小一那边和受伤小孩家的事 还没了结 她忙不过来 你又不喜欢醒醒和乐乐在咱家住 我只能先过去照顾俩孩子了 西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甜甜地拉着她的胳膊摇晃 奶奶 你要去哪里呀 婆婆神色复杂 摸摸西西的头 奶奶去你哥哥家住几天 以后先让妈妈照顾你呀 你要好好听话 西西点点头 嘱咐她要多喝水 多休息 期间 婆婆没有再对我说一句话 我知道她心里有气 我也有女儿 能理解婆婆暂时钻牛角尖 便也没懒 不过她今天意气用事离开家很容易 可小姑子家那边的生活可没那么简单 婆婆和小姑子前脚刚走 我就打通了赵阳诚的电话 赶在他们恶人先告状之前 我当然得先哭一哭自己的委屈呀 电话接通 我眼圈已经红了一半 赵阳诚见状 立刻去找了个安静的地方 妍妍 这是怎么了 老公 刚才我和小姨说话冲突了 妈一生气 就跟着杨逸回家了 我抽抽耶耶 都怪我不好 惹妈生气了 她这妹妹平时什么性格 赵阳诚比谁都清楚 听我说完 她大概就猜到了始末 柔声安抚我 我趁她心软 立刻补充 也怪我着急 小姨骂我是绿茶贱人 我就该忍一忍呀 怎么能真的动手打她一巴掌 赵阳诚眼睛睁大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打了小姨一巴掌 我点头 哭声更大 想利用她的同情 不料 赵阳诚惊讶过后 苦笑着摇摇头 小姨这么随意说话 也是该有人管管了 不过妍妍 你确实不该动手 我红着眼点头 表示自己知道自己冲动了 又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到时候等她一起去赵阳一家道歉 接婆婆回来 赵阳诚点头认可了我的说辞 又安慰了我不要因为这件事伤心生气 这才安心地挂了电话 一挂断 我立刻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演戏归演戏 可不能让西西看到我这个样子 不然她要心疼死 赵阳诚的话 完全在我的意料内 我当时选中她 除了她长得一表人才 就是看中她内心的正直干净 可即使相信她 不会偏颇任何一方 可毕竟对面是她的亲妹妹 我不想她为难 给她留台阶 也是给我自己铺路 只要不挑战赵阳诚的原则 适当示弱 她就一直是我忠实的支持者 收拾好自己 我又来到婆婆房间 然后预约了同城送件 既然去了 就要好好住几天吗 不多带点衣服 带上常吃的药 怎么行 赵阳诚不是嫌婆婆 只带炎炎 不带她家儿子吗 这次 我就给足时间 要婆婆专心给她一个人带娃 我倒要看看 她们母女每天高密度地在一起 到底是谁先受不了了 给婆婆的快递送出去后 我微信给她发消息 妈 知道您在气头上不想回来 也不想见我 我就不去您面前 惹您生气了 快递里 我给她包上了500块的现金 一并拍照给了赵阳诚 赵阳诚感动我的大度贴心 表示等她回来了 也得让赵阳义和她妈妈向我道歉 她说的真情实感 可我就不是了 婆婆不在 我乐得清闲自由 快递小哥刚走 我招聘的大学生兼职就来了 是个刚上大二学前教育的活泼女孩 昨晚 我在同城群里 招聘大学生兼职带瓦 正是大学生放暑假的时间 很多人都想利用空闲时间赚钱 很快我就收到了几十份简历 精心挑选后 我选中了现在的丹丹 婆婆在家时 我每个月给婆婆三千用作照顾兮兮和日常买菜的开支 婆婆现在不在 一个专业的大学生一个月只要两千 除了接送兮兮上课 陪兮兮运动玩耍外 还能辅导一些文化知识 兮兮乖巧可爱 和丹丹才相处一天 就已经难舍难分了 第二天我下班回来 特意给丹丹带了小蛋糕 丹丹开心地收下 大夸我大方 又帮我分忧 又情绪价值拉满 要不咱就是说 这世界不能没有大学生呢 晚上 给西西洗澡后 我帮她拨通电话 跟爸爸视频 趁赵阳城陪孩子的空隙 我打开电脑 准备自己的生殖答辩 赵阳城知道 这次答辩对我很重要 特意陪了西西很久 等西西困了时 我也准备好了材料 笑着拿起手机 对着赵阳城 吹了一通彩虹屁 谁家老公这么优秀啊 又会赚钱 又会陪娃 还这么帅 赵阳城脸红 低声回复 你家的 我把脸伸过去 她隔着屏幕亲了口 忽然 身后响起 嘻嘻咯咯的笑声 她竟然还没睡着 自从不再和赵阳逸联系 生活简直不要太美好 直到丹丹给我打来电话 说婆婆回来了 我淡定道 没关系 那你今天就早点回家吧 辛苦了 婆婆回来是必然的 在女儿女婿家和亲家一起住着 还要伺候两个太子 哪里有那么轻松 下班时 我带着买好的菜回去 婆婆见了我 眼神闪过尴尬 勉强笑着接过菜去做饭 我拦住她 妈 您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今天我来做饭 我声音温柔 引得婆婆眼圈一红 她偏过头点点 去陪兮兮完了 糖醋小排 清蒸鲁鱼 凉拌菠菜 辣椒炒肉 还炖了个鸡汤 餐桌上满满满当当 我给婆婆不停地加菜 妈 您不生我的气了吧 婆婆不好意思地看我 自责 炎炎 不怪你 都是我太浇灌着小易了 才让她一点事都不懂 我心中暗暗一笑 知道这场仗道 此刻我大获全胜 赵阳逸那边 根本不用我道歉 就会有她的亲哥哥 亲妈妈 来轮流指责她 我寻寻诱导婆婆 说出这些天来的经历 可婆婆为了保全 赵阳逸的面子 愣是坚持说没什么 不得不说 大部分时候 我还是很喜欢 我这个婆婆的 不毒蛇 不长蛇 虽然难免有意气用事的时候 但大是大非 她并不含糊 戴希希认真细心 对我也从未苛责 只要她想清楚 应该如何对待子女儿媳 和孩子们 我随时欢迎她回来 不过 就算婆婆不说 我也能猜出个大概 毕竟 我上周 可在菜市场 亲眼见到了 她们母女的相处 几天前 我外出办公 路过赵阳逸家附近的菜市场 见几个人争执不下 我被引起了注意 这一看不要紧 争执的主角 竟然是我的小姑子和婆婆 其因是 他们要了几只梭子鞋 可付款时 因为谁来付钱的问题 产生了矛盾 婆婆看着赵阳逸面露难色 小逸 妈妈没有钱了 这二百多块钱 得你来付 赵阳逸性眼睁大 讥讽 不是吧妈 和我哥他们在一起 你就买得起菜 住我家就开始哭穷了呀 婆婆急忙白手解释 不是的不是的 你嫂子给我的五百块钱 我都花完了 这几天买菜 和给醒醒他们买玩具的钱 都是我出的 你一个当姥姥的 给外孙买个玩具 还要值得炫耀啊 赵阳逸声音拔高 我算是知道了 外孙有个外字 你早就拿我们娘撒 当外人了是吧 边说着 他又哭起来 周围围的人越来越多 婆婆害臊的低声 求赵阳逸快点付钱 小逸 这个不是你和女婿想吃的吗 你看在这个份上 赶紧把钱付了吧 可赵阳逸情绪上头 满脑袋都是自己 被亲妈区别对待了 哪里听得下去 婆婆说了什么 她崩溃大喊 你就是重男轻女吧 亏我还以为你 从小是疼我的 即使隔着鸡米 我依然能看到 婆婆听到这话时 脸上表情的震惊 她身子晃了晃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多年无条件宠爱 发出的子弹 此刻回旋 正中婆婆的眉心 她无力地摇摇头 随你吧 转身离开 赵阳逸也恼怒着 把一袋子梭子蟹 重重扔回去 可商家并不打算 就这么放她离开 姑娘 你左挑右挑 占了我们这么久的时间 现在又把蟹扔坏了行 不买下来 肯定不行的 赵阳逸用力甩开 她的拉扯 大喊 我没钱怎么买 我见热闹差不多结束 摇摇头 继续赶自己的路 在赵阳逸的心中 婆婆这些年 该是补贴了我们很多钱吧 可她不知道的是 婆婆自从不再出摊后 就没有收入了 那几年小吃摊生意不好做 我也担心 婆婆身体吃不消 就和赵阳逸商量了 不要再让婆婆出摊 辞掉了保姆 让婆婆专心带西西 那时西西已经四岁了 带起来并不费劲 婆婆平时的日常 就是接送西西 收拾收拾家里 我每个月给婆婆三千 用作买菜和接送西西的花销 其他水电等家庭正常开支 还有给婆婆添置生活用品的钱 都是我在付 赵阳逸常常不在家 我们三个人 三千块钱足够吃好喝好 可碰上寒暑假和周六日 就不一样了 醒醒和乐乐又是胡吃海塞 说我家的饭比她家丰盛 又是在家里打打闹闹 碰坏这碰坏呢 再加上赵阳逸两口子 来我家接送孩子时 也会留下吃饭 三千就有些吃力了 期间 赵阳逸除了偶尔带点便宜的香蕉橘子 从来没给西西和婆婆花过一分钱 甚至她曾经故意在饭桌上含砂摄影 妈 我不拿东西回来我嫂子会不会不高兴啊 婆婆没听出话里的意思 笑着说一家人哪里那么多讲究 我刚好开卧室门 赵阳逸看着我挑衅一笑 是吧 我觉得也是 我回自己家 别人可管不着 所以 赵阳逸把婆婆带走时 她该觉得自己 终于把一个小金库带回家了 想趁机多从婆婆身上 耗点钱出来 真是做梦 她也不想想 自己爸爸早就不在了 自己妈妈 置办了儿子和女儿两个人的终身大事 身上怎么可能还有多余的钱呢 更可怜的是赵阳逸自己 她自诩一身自由热烈 生活肆意如风 上班的时候 说请假就请假 和搭子出去旅游 走遍大江南北的同时 工资也少得可怜 到现在 连个菜钱都付不出来 而她那个老公呢 和她更是一样的生活态度 当初 婆婆和赵阳逸都不同意 她嫁给现在的老公 觉得她不够她是稳妥 可赵阳逸坚持要嫁 嫁之后的日子 就是两个人一起啃老 这么热的天气 她的公公婆婆退休后 依然双双去常理打工 而她们夫妻 在十九年华 纵情四亿人生 连她们的两个儿子 在我家吃饭时 都显得像没吃过好东西的样子 婆婆回来后 我依然选择让丹丹留下来 一是担心婆婆这几天 还心神不宁 照顾西西不安全 二是 丹丹在教育小朋友方面 真的很专业 她也真心喜欢西西 西西也不想 和这个可爱有趣的姐姐分开 多花两千块钱而已 让赵阳逸多加加班 也就有了 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直到小姑子脱家带口来我家了 我下班刚进小区 就看到西西和丹丹 在楼下的小公园画画 见到我 丹丹才生气地和我控诉 燕燕姐 西西的姑姑带着孩子来了 吵得要命烦死了 我怕她们打打闹闹伤到西西 就带西西下来了 我赞赏地点头 谢谢她的细心 托她在陪西西 在楼下玩一会 我自己先上去看看 果然 一进楼道 就听到里边吵吵闹闹 其中 夹杂着婆婆 劝她们回自己家的声音 我说了好几遍了吗 那家人天天在我家楼下 堵着我们 好不容易今天她们不在 我们才悄悄溜过来的 我懂了 她说的是 醒醒推倒的女孩父母 一开始 赵阳逸还想以小孩子之间 玩闹而已 不负责任 可人家根本不惯着她这一套 她不去医院付医药费 人家就直接报警了 赵阳逸夫妇 死皮赖脸还是不付 人家就堵到他们楼下 可是 这都是她自己作死 不管教孩子酿成的麻烦 现在想用这个 波及我们家 我拿出钥匙开门 一进门 就瞬间迎来 所有人的注视 客厅里 堆满了赵阳逸全家的行李 我下脚往里边走都费劲 婆婆慌乱到手足不安 吞吞吐吐 不知道该怎么和我解释 我拍拍婆婆的手 要她安心 然后笑着看向赵阳逸和她老公 妹夫 你也要一起跟着住过来吗 她早就在赵阳逸和婆婆的拉扯中 羞得满脸通红 见我笑着问 更是尴尬得拉住赵阳逸的胳膊 我就说你不要过来打扰嫂子 你非这样 还不赶紧走 男人嘛 总是要维持着 自以为很有分量的面子 我不走 赵阳逸甩开她 这房子是我妈出的钱 凭什么我不能住 我轻声纠正她 妈指出了首付哦 赵阳逸一正 着急着找不 那后边的贷款 也是我哥在付 我亲哥付的钱 我怎么不能住 我笑出声 妹妹 你要不要去银行看看 每个月的付款人是谁 赵阳逸每个月的工资 每年的年终奖金 都在我手里 她怎么可能支付呢 还有 那不叫你哥的钱 那是我和你哥哥的夫妻 共同财产 简而言之 这个房子的女主人 现在是我 任何对我 对西西不尊重的人或是 我都不允许发生 在这个房子里 赵阳逸哑口无言 愤怒地又把矛头 转向婆婆 妈 你现在就这么看着你女儿 被外人欺负是吧 难道我爸爸没了 我的亲妈也死了吗 我难以置信地 看向赵阳逸 她竟然说得出这种话 婆婆也瞬间脸色惨白 双胞胎见妈妈哭了 用力上前扑打婆婆 下一秒 一个熟悉的声音 响彻门口 赵阳逸 你犯什么病了 我回头 是我老公赵阳逸回来了 我心中瞬间轻松 好了 他们一家的事 就该他们一家解决吗 以赵阳逸刚正的性格 赵阳逸今天这句话 就是彻底触及赵阳逸的底线了 果然 赵阳逸大步进门 抓起满地行李 通通扔出门外 他指着一对下呆的双胞胎 还有你们俩 也立刻出去 赵阳逸惊呼 赵阳逸却根本不理他 又连续扔了几个行李小袋子后 赵阳逸哭着抱住他的大腿 让他别扔了 赵阳逸铁青着脸 怒目远征 你说咱妈偏心 可这套房子两成的首付 和你的赔价是一样的钱 你告诉我 咱妈哪里偏心了 从小大大 家里什么好的东西 不是优先给你 我跟你争过吗 婆婆在一旁 也泣不成声 他哭着看赵阳逸 小逸 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 当晚 赵阳逸就不留任何情面地 把赵阳逸全家赶出去了 一切恢复安静后 我拿上包出去接西西 这么大的动静 他们母子该有很多话 要交流一下吧 KFC的店里灯火通明 西西和丹丹在床边的位置 说说笑笑 见我来 丹丹鼓着肚子和我开玩笑 盐盐姐 你点的全家桶 我们俩都吃撑了 西西在一旁 也跟着有样学样 我额外多给了丹丹两百 谢谢她今天超时帮我带孩子 又开车送丹丹回家 丹丹下车后 车上只剩下我和西西 西西笑着问 妈妈 我们要回家了吗 我捏捏她的小脸 微笑 今天妈妈带你 去住爱莎公主的房间怎么样 好 西西兴奋地跳起来 于是 我立刻开车到了 爱莎公主主题酒店 来接西西的路上 我就和赵阳城沟通过了 要她不用担心 今晚好好安抚一下婆婆 以免有我在 婆婆有些话不好说 赵阳城感动于我的大度贴心 我自己也乐得清闲 等我和西西美美 睡到明天周六的自然醒 再带着早餐回家就好了 至于赵阳城欠人家受伤小女孩的几万块钱 就让她自己想办法了 谁让她的人生是旷野呢 自己的熊孩子搞得人家小姑娘留吧 要几万都是少的了 我根本不同情她 我也不用担心赵阳城会私下借钱给她 赵阳城的钱都在我这 家里有多少钱 我比她清楚多了 赵阳城这样大闹一场 也很难再像以前一样 毫无顾忌地来我家了 以后若是她好好做人 我们还能维持着亲戚关系 如果她还要继续做 那下场凄惨的人 一定是她和她的孩子 而我将永远捍卫我和西西的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